暖暖知道,詹石凳一向说话算话,怕他真的把来看处长城的人都强行分到各户,所以当天晚上,就忙把詹石凳的话说给了开田。 开田听罢也是一惊,忙问暖暖:「那,咱们咋整啊?」 暖暖沉瘾了一阵之后,按估计他这是在变着法子,催咱给他上供咧。 听说村里的胡大头每酿出一缸黄酒,都要先给他送一壶。 詹国立每杀一头牛,都要给他送十几斤的牛肉。 黑杜叔每卖出一批中药材,都要给他送几条烟。 咱接待了这么多客人,不给他上供,他心里头能高兴啊? 爸爸,咱破产免灾,就也给他送点钱。 那,送多少? 开田有些心疼。 嗯,五百吧,他那胃口送少了恐怕不幸。 开田只好用写春然的红纸包了五百块钱,另外又包了一箱远准备卖给游客喝的卧龙白酒,去了詹石凳家。 詹石凳那阵刚吃过晚饭,正坐在桌旁踢牙,看见开田抱着酒箱子进来,一点都没意外,只是起身笑道。 嘿嘿,开田啊,你可是稀客,快坐快坐。 哎呀,你抱这些酒来干啥? 跟我还见歪? 你们家如今客人多,让客人喝才对。 开田自然心疼这些东西,可是脸上还得摆满了笑。 嘿嘿嘿,主任啊,你当初支持俺搞客栈,让俺赚了点钱,你说俺能忘记你的恩德? 你这里啊,俺早就说要来的,只是几波游客连着到了,弄得俺啊,手忙脚乱,就耽搁到今天。 喏,这几个零钱啊,给孩子们买件衣服,也算俺这个当初的一点心意。 说着,就把那个红包塞到沾石凳的衣兜里,沾石凳也没有推让,只是递给开田一支烟。 来,抽! 娃儿它就前几天烧过来的,红塔山的,云南的烟。 云南知道吧,在大西南,那个地方雾多,烟叶就滋润,味道正,做出的烟,比咱们这儿的烟稀起来又平和又香。 开田把烟凑到鼻子底下闻着,夸张地吸溜着鼻子赞道。 哎哟,香啊,哎哟,这烟真是香,可惜俺不会抽。 哎,主任啊,来看石墙的游客,他们要真想去别家住宿,咱没话说。 可因为俺有了那个处地居客栈,你就别抢着分配,还是让俺来做吧。 日后真要赚了钱,还能没有主任你一份啊? 俺又不是傻瓜啊,还不知道这都是你关照俺的结果,还能不知道谢你啊? 沾石凳,长长地吸了一口烟。 嘿嘿嘿,开田啊,你说这话还算讲良心啊? 当初不是俺救你,香派出所能放你出来? 当初不是俺让你盖房子,你能有这个处地居客栈? 嘿嘿,只要你还在记着俺这份情,那你就照就做下去。 至于村里的人啊,都想懒可赚钱的事,俺替你挡着。 啊,只是,你可不要一个月不照我一会儿面呐。 啊,开田的心里一惊,娘呢,一个月就得给你送一回啊。 不过,他嘴上还是紧蒙着硬撑,那是那是。 和沾石凳有了这个约定之后,暖暖和开田的心算是暂时安定了。 接下来,最让暖暖操心的,就是咋样才能让来看楚长城的人,在自己的客栈住的时间长一些? 眼下来的游客,多不是对楚长城有研究兴趣的人。 他们一般是厚赏道,在客栈住下,第二天上山看一天长城,晚上下山再住一晚,第三天早饭后就走了,一共是两个晚上五顿饭。 要是让每拨客人都能住上四个晚上,那赚的钱就能翻一倍了。 暖暖于是就苦想刘客的办法。 他最先想出的点子是,让游客去看灵岩寺。 灵岩寺离楚王庄不远,建筑规模又很大,除了寺内的殿堂壁画以及和尚们念经做佛式的场面可以看之外, 还有为元祭的大德高僧们建的塔林。 有双珠山泉,有千亩竹林。 如果游客去游览一遍,也差不多得用一天的时间。 开田却有些担心。 这死院到处都有啊,人家未必就愿意去看。 暖暖道,这就要看咱的嘴了,咱得把游客们的心说动。 开田白手道,哎呀,俺可没这个本事。 暖暖说,那,俺就来试试看。 不久,就有一波游客来看楚长城。 客人们看把长城回到楚地区吃饭的时候,暖暖就向他们说道, 暖暖暖还有一处地方值得一看。 那就是建于唐代的灵炎寺,离暖暖楚王庄也就三里远。 这座寺是公元七百年间修的,距离楚长城的修建已经是千余年了。 看罢楚长城,再看灵岩寺,你们会觉得俺们的先祖真是不得了 修宫是一修修出一条长城来,修寺庙一修修出那么多的殿宇 看楚长城,你看的是一种气魄,看灵岩寺呢,你会看出一种精致来 这个寺院一千多年来,几回几件,但只要他在,香火就一直狠射 在这拜佛祈愿,最灵了,丹湖谢岸的人有句话叫 灵岩寺里烧炷香,家财人丁两兴旺 游客们被暖暖说得心动了,都表示愿意到寺里去看看 连站在一边听的开田也有点意外,低声对暖暖道 哎,没想到你的嘴变厉害了,啊,说起来头头是道 咱如今既是干了这一行,就得写着练练嘴嘛 告诉你,为了说这些话,俺可是看了几本书了 第二天早饭后,暖暖就带着那帮游客往寺里去了 在寺院门口,刚好碰见天心师傅 暖暖忙上前,鞠了一躬 师傅,有一帮游客想到寺里去看看,不会打扰你们吧? 那天心师傅回了一里说 啊,哪能受到打扰呢? 佛祖要超度众生,正期望着人们都能来到他的面前 快请进吧 那一天,游客们先是被寺院里的灰红建筑和精美的壁画吸引了 后来,又兴起地看着僧人们做佛式的肃木场景 最后又在寺院四周的参天古墓 千木修竹,摆坐塔林间,饶有兴慰的穿行 听着蝉鸣鸟提,浅水叮咚 直玩到天黑才回返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但遗憾的是,来去寺里看一趟也就一天的时间 并不能使游客停留太久 要继续想法子才好 那一天,游客走空后 暖暖正边打扫着院子边琢磨这事时 只见自己的爹提着两条鲤鱼来了 老人进院就对单根儿喊着 根儿啊,老爷给你送鱼来了 暖暖忙迎上前,接了鱼给爹让坐 爹,这鱼留下你跟娘吃吧 单根儿还能没有好吃的 嘿嘿嘿,俺昨天下湖 因是顺风下网 不知不觉,竟把船摇进了湖心三角迷魂区 嘿嘿,俺一看行镖啊 慌得急忙向外摇 没想到就在这当儿 那带烟火味的烟雾出来了 照得俺那俩眼啊,连船头都看不清 俺就闭上眼不变方向,直劲摇船 还好,没出意外,很快就把船摇了出来 这两条鱼就是俺从烟雾里摇出船后打到的 俺想啊,这鱼跟俺往日打到的鱼不太一样 就带了来,让咱单根儿尝尝 暖暖一听爹的这话 他的心头不由一动 烟雾 三角迷魂区 对啊 可以带游客去湖里看看那奇怪的烟雾 管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只要能延长游客在咱家的居住时间就成 暖暖跟爹把自己的想法说了 老人一听也来了兴趣 对啊 到湖中看看那烟雾 来回走慢点差不多得一天嘞 老人自然明白 客人们在楚地区客栈住的时间越长 女儿女婿赚的钱也会越多 这是一位作家对乡村生活如归故与般的拥抱 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 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正在播出 暖暖善来在后院忙活的开田 梅飞色舞的说道 等游客看完了楚长城和林燕斯要走的时候 再告诉他们丹湖里有个迷魂漆 能看见一种奇怪的烟雾 并且在这烟雾里能看见自己想要想看的东西 暗想啊 游客听了这话 没有几个人不愿意去看看 哎 这都是一个留客的法子 只是坐谁家的船去呢 在哪有船啊 开田挠着头发问 就坐爹的船嘛 把爹的渔船改作游船 暖暖说得很干脆 啥 啊 俺不打鱼了 老人一愣 哎 爹 打鱼能赚多少钱 一天累得要死最多也就是二十来金鱼 咱要是载人到湖中三角去 每人每次最少要他十块钱 咱的船收拾一下 坐十二个人没问题 十二个人一趟就是一百二十块呢 有客多的时候一天跑两趟 你说能赚多少钱啊 嗯 这倒也在理啊 那你们看着办吧 咱说干就干 明天啊 开田就到巨箱街买点漆 把船重漆一遍 弄得新沾沾的 再在船上固定十二个小凳子 把舱盖也换成新的 等下一波游客来 咱就试一回 行吧 老人犹豫了一阵 总算是把头点了 站在一旁的开田 还是有点担心 嗯 万一要是没人去看哪 干啥是不冒点险能城啊 咱当初盖处地居客栈的时候 不是也冒着险吗 暖暖拍拍开田的肩膀 算是把事情定了 第二天 他就催着开田去买漆 买其他食物 收拾自家的那条游船 十几天之后 那一条原来看上去 破破烂烂的游船 便被开田油漆一新 改造成了一条 颇为像样的游船 船上固定了十二个凳子 每个凳子上 还有一条安全带 大约半月之后 从徐州来了一伙 看处长城的游客 总共二十一个人 南南照着过去的办法 先安排他们 在客栈住了一夜 第二天带着他们 上上看长城 第三天 领他们看灵岩寺 第三天的傍晚 南南跟他们说了 看湖中迷魂区烟雾的事 为了引起客人们 看迷魂区的兴致 南南说的极有诱惑力 咱们这儿啊 还有一景 你们要是不看 那可是遗憾 那些游人 掀上了多不相信 会有这样一个地方 后来看南南说的认真 就都半信半疑的表示 愿意去看看 第四天早饭后 暖暖和开田 便带着他们到了湖边 每人自动交了十块钱 之后 暖暖就带着十二个人 先上了船 那一天 湖里风平浪静 天上的太阳 也金光成亮 水面上能见度很好 暖暖爹坐在船尾 稳稳地驾着游船 暖暖站在船头 一边给游人们介绍着四周小岛的名字 一边经不住有点担心 游客们会感兴趣吗 船行到了湖心三角区外停下 暖暖刚说了一句 嗯 我们前两天看的楚长城和灵岩寺 是人造景观 咱们今天请大家看的是一种自然奇观 他的话音未落 面前 原本平静的湖水上 突然就有一股白色的烟雾升起 并弥漫开来 游客都瞪大眼睛叫起来 哦 这烟雾 暖暖过去看见过不止一次 可此刻见它毫无预兆地突然升起 心里还是感到了有一种被震慑的惊诧生出来 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烟雾变浓 身高 体积变大 最后 他在那翻腾的烟雾顶部 看到了一大片的房子 哦 房子 这说明俺心里还想要房子 暖暖 难难道 当楚家的这条被改装的游船 向着岸边返回的时候 船上的游客们一直在议论纷纷 每个人的脸上都满是惊异和兴奋 船靠岸那一刻 岸上的游客忙走到水边 大声地问着船上的人 哎 看见了吗 船上就有人应道 看见了 哎 那烟雾真是奇了 哎 硬是从水面上一鼓一鼓地升起来 而且能看见烟雾里还有各种景致 开田 开田朝着岳父走过去 岳父正坐在船头默默地抽着烟 开田 轻叫了一声 爹 还行吗 老人点点头 嗯 还好 客人们都很高兴 开田 把一卷钱塞到岳父的衣兜里 这是刚才收的那一百二十块船票钱 老人把钱又掏出来放到开田的手上 放你身上吧 万一俺下午出了事 不是扔到水里了 那一天 剩下的一趟三角迷魂区之行也很顺利 游客们都为有着新的经历和见识而兴奋不已 直到晚上 客人们还在议论这次 湖心之游 还在惊奇 丹湖里竟还有如此神奇的地方 还在猜测 造成的烟雾的原油 因为有了游灵岩寺和湖心迷魂区这两个项目 客人们在楚王庄就又多停了两天和两个晚上 开田和暖暖赚取的食宿费 就又多了不少 那天晚饭后 开田把二十一个客人交的二百一十块船票钱 全塞到了岳父的手里 老人有些不好意思 红着脸把钱又塞到单根的衣兜里说 哎呀 咋都能给我呢 开田笑道 爹 等下次安给船上安了机器后 赚的钱 咱再对半分啊 说完 他朝着暖暖使个眼色 暖暖就上前又把钱放到了爹的手里 爹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吧 放你那儿跟放俺这儿还不是一样啊 湖中迷魂区之游 很快吸引了游客 来游储长城的人 几乎都要再游一趟迷魂区 游客一多 只有暖暖爹那条装了机器的船就不够用了 暖暖于是找到九鼎 说服他把他的游船做一番改装 改装费由邝家出 然后来替储地居拉游客去迷魂区 每晚晚一趟给他六十块钱 九鼎节着 这比打鱼轻松多了 并且收入有保证 就痛快地答应了 邝家如今每天的收入已经很可观了 客栈里的食宿费 楚长城和林岩寺的导游费 再加上去迷魂区的船票费 大小票子 每天都够暖暖和开田 数上一阵子了 但他们渐渐发现 有些游客由东岸过来 为了省钱 并不进他们的客栈找他们的导游 而是直接去看楚长城和林岩寺 有的看完了 就支个小帐篷在山上露宿 这些人的钱也必须要赚 你既然来到了楚王庄 就得留下点钱来 南南想了一宿 想出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一大早 他让开田去找到庄里有名的两个懒汉 赤杜和大嘴 问他们愿不愿意做不干活 却能挣钱的事 那两个家伙说当然愿意 暖暖于是就让他们俩 各扛一根木头 跟着他跟开田走 那加入他们的东西 焙 明镇 田团 冬 检 炸 炸 炸